不甘心自己这辈子就掉到黑暗里去了 我1997年走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1968年去黑人家怎么走 北京对我们来说是有特别遥远的 渴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走路其实感觉挺好的 有一点点吃力就像我现在的生活 毛泽东像邓小平他们也就是生在农村 湖南四川了 他们也照样进北京 他们就觉得进了上海好像就了不得了 其实进了上海 像一只小蚂蚁一样什么都不是 好像越往北走越荒凉 好像从上一个 从20世纪走回到19世纪 有没有感觉 如果我没有出来的话 那他到死怎么会呢 从我这一代开始 这个家族在这里的历史就终结了 看到今天那个结局 我感觉了几十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一日到达宫 干什么都是 对 让我达宫 一定会再继续 那我没叫我呢 全部够了 很多是 怎么样 我一九九七年走出来的路 就是我妈一九六八年 去黑龙江的英国一样的路 就是我妈三十几年前下乡的路 然后三十多年以后我再走回去 按原路返回 王芳一个在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出生和成长的农村姑娘 十九岁终于离开农场 她知道那一趟去上海坐的两日火车 会彻底改变她的一生 而且我觉得这里的人都特别会玩 特别会疯 无论年轻人还是上了哪年纪的人 特别会玩 我觉得他们 我一看着他们很奇怪 可能他们看我也很奇怪 我就觉得他们怎么 他们为什么会玩这些东西 我什么都不会玩 我不舒服 觉得好像自己被这个城市嘲弄了一样 就好像我像个傻瓜蛋 走在街上 什么事情都好像有可能刺伤我的自尊心 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挑战 在上海这城市 就像一个被吓懵了那种感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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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很开心的 给我爸妈写了一封信 说我看到上海晚上多么繁华怎么样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都不高兴 我心里从来没高兴过 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 我也不想让他们担心 家里的人所有人都觉得 就说我爸说你现在好了 你女儿到了上海大城市 多繁华什么前途很好 他们就觉得进了上海好像就了不得了 其实进了上海 你像一只小蚂蚁一样 什么都不是 我就立足我的孩子 必须自己挣扎出去 必须靠自己的本事进北京 王芳之所以走得出农村 是因为爸爸由小时候开始 就一直向他们灌输外面 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家里面的雪櫃是全村第一个 还有很多农民 连想都没想过的事 王芳的爸爸都做了 我所有的书报从来不熟过 许多人也许笑我 一个农民 一定什么报纸 看得上去 现在可能我们说的话 有许多人都不相信 当我的儿子还在初中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他准备完了 已经预备完了 作为一家之主 他自认管教严厉 一切都是出于恨铁不成钢 我曾经给他们举了很多例子 也许我的话说得太大 像中国有很多大官 像毛泽东 像邓小平 他们也就是生在农村 湖南四川 他们也照样进北京 是不是 那么就是在靠你们自己的本事 不要指望我 跟你走后门 或者去求人 跟你往回吧 知青的子女能够走得出农村 都已经将青春埋没在黄土地的知青来说 意义也都很大 如果说我和哥哥没有考出来 我妈这一辈子在农村待着 她就说彻底废掉了 等于说她一辈子留在那里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她 就默默地死在那里 可能再过二三十年 默默地来到这里 默默地死在这里 然后像许多人一样被埋到山上去 但是我和哥哥等于说给她的生命 画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一个非常漂亮的句号 因为我们走出来了 因为这个完美的句号 她的整个前半生所经历的痛苦 都有了意义 如果我们没有走出来 她前半生经历的痛苦 就完全白费了 王芳大学毕业后 就进了中央电视台做记者 在北京工作 在北京住 这里就是毛泽东当年 发动几千万城市的知识青年 下放到农村的政治舞台 这一天 王芳跟着妈妈 在北京的胡同里面转来转去 想找回妈妈当年住过的四合院 她妈妈三十多年前 还在中学生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下放到黑龙江 广别三十多年 景物依然人面全非 我妈以前住这 我下乡之前住在这 我们现在来看 我六三年以前在这住的 这房子还在 妈在这里看到 现在可远了 现在六八年有 在黑龙江 在黑龙江 在黑龙江了 可以了 想回来看看 那咱们进屋看看 这个屋子是我父亲母亲住的 然后这个屋子是我跟我爷爷 还有我一个姑奶奶 在那住 这个房子吧 她的痛苦就是在于 流落在农村了 不能够回到城市去过那种 五彩斑斓的生活 人家都想看乖 王芳的妈妈 1968年离开北京 下放到黑龙江的农场 当时一起下乡的北京同学 全部都回到北京 就剩下她一个没有回到去 因为她不想把丈夫 和子女留在乡下 反而是寄望子女 能够回到北京 我妈的头都是蓝的 不蓝的话全都是白发 你头白是吗 也值了 我妈以前很漂亮 看到今天这个结局 我感觉到几十年的努力 没有白费 几十年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由王芳小时候的照片 有时候看不出她是农村的小孩 这个也反映出她妈妈 对北京生活的情意结 这是五岁时候拍的 那时候刚刚头发垫过了 自己觉得很漂亮 然后我爸妈就让我们去拍照片了 穿的都是从北京带回来的衣服 平时不让穿的 平时怕弄脏嘛 过节的时候 看客人的时候才穿的 因为我妈是从城市里来的嘛 好多知青会给我们带衣服 包括我们小时候吃过巧克力啊什么的 我们那里的小孩都没见过 普通的农村父母 有很多啊 也是给他儿女挺大的压力 然后说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 但是他们和我的父母 我们这样的知青的父母比起来 比他们很容易放弃我吧 但是因为我的妈妈是从北京来的 她不会放弃 她就知道 在北京生活和在这里生活 就像一条小狗啊 吃过肉她就知道肉很香 她不会放弃 你会切而不舍去追求 对于那些没有吃过肉的小狗来说呢 那吃不到也就算了嘛 当然想尝一尝 吃不到也就算了 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实现它 而我妈从北京来到农村之后 她这个愿望非常强烈 她会切而不舍的 就一定要支持你 一定要走出去 在黄芳的家乡 贫穷落后 几十年都没有改变过 我有的时候回来 会看到我的同学在地里除地 像老农民一样 浑身都是汗水 脸晒得黑黑的 然后手很粗的 过来就这样拉住我的手 跟我说话 那时候心里才难受 但是你想想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 人家一生 他一生就在这里了 我的一生在城市里 当然就是 我没有做错 他也没有做错 我相信以后 我和他们的差别会越来越大 我很爱他们 但是 我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 在黄芳成长的农村 还有很多 好像她妈妈一样 是知青的人 在文革时期楼下的痕跡 但她说 回忆那段历史的人很少 身为知青的子女 虽然已经走出 埋没了几千万中国人 青春岁月的地方 但就绝对 不会忘记那段历史 我妈的经历 她以前从来都不跟我说 守口如瓶 因为我觉得是她心里的伤疤 她不愿意说她 很痛苦一说起来 那么影响 甚至很多知青子女 已经忘记了 她们是知青的子女 那些很多上山下乡的知青 不愿意让她的孩子 去想这件事 她们觉得自己 当年经历了很多痛苦 不堪回首真的是 那就不要回首好了 快点让她过去吧 我们就往前走吧 然后她们 如果她们的小孩 想回过头看一看 父母的历史 她们会把孩子的头 转过去 你不要看了 就怕伤害孩子的心灵 就说 一都知 我在осви 你是 你